6月下行,厂相思放出了预告片 杨子和弹剑刺同框出现,让无数援助党激动不已 杨子的小妖和弹剑刺的香柳 是援助党心中天花板级别的一男拼CP 而此前的官宣定装罩,两人就被暂时天选腰流 对角色可谓神还原,拉足了期待 天选CP真的太般配了 这部剧预测将是杨子的又一部爆款剧 突然发现近些年的杨子仿佛开了话一样 从童星出道到如今的九龄花中的佼佼者 对杨子的期待真的越来越多 其实,4号的时候杨子在微博率出了一组家人 妙儿下期刊分面 在采访中,他还回应了网友说 他之前杂志少的质疑,刚杀金丸正好有时间 之前一直在剧组拍戏,很多杂志邀约都没时间拍 他的回应既否定了自己没有杂志拍的事实 又暗示了自己以拍戏为主 是的,杨子早已经跻身一线女明星 他的时尚商务邀约资源肯定不会少 所有的数据也证明杨子的商业价值是肯定的 认识杨子,很多人都和我一样 就是那部童年剧家有儿女 舒适看他的戏长大的一点也不为货 杨子饰演的小雪聪明伶俐 品鞋兼优,那时候我妈总会让我多学学小雪 小雪小雨留心三个人打打闹闹的童年 也是我的童年记忆啊 所以对杨子我始终有一份童年滤镜存在 而拍完加油儿女后,杨子考大学的时候 杨爸爸问打电话宋丹丹,杨子能不能考北电 宋丹丹的建议是让杨子别当演员 小时候的杨子不是一贯的美女模样 宋丹丹直接点出杨子不适合当演员 因为她不够漂亮 到了加油儿女第三次部的时候 杨子没能继续出演小雪 后来她说因为当时是8月7 变得很胖,还满脸青春痘 她没有戏可拍,面试见导演 人家看到她的状态,也只能作罢 即使全国人都认识,都觉得她是小童星 但杨子拍不到戏,所有人都告诉她 她长得丑,长得很胖,没有什么前途 可以想象那段时间她内心产生了怎样的波动 又是怎样的坚持才继续走了下去 后来杨子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个角色 为了新剧她健身减肥 可是临近开机的前一天 她被换掉 这次打击让她差点放弃娱乐圈 但好在最后时刻 她收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当然,走过那段低谷期后 杨子也不是真的就没戏可拍了 她是幸福来枪门里探念少女宋真 纯洁美好,对爱情有着门聋的期待 她也是新树里的白衣小护士张小雷 从天真浪漫到心灰一冷 大学时,她搭档霍建华出演革命剧《战场杀》 多少人跟着胡相相笑,跟着胡相相哭 她与顾金明生死与共的情感让人动容 紧接着又出演了抗战剧《大洋歌》里的民国千金吴若云 彼是有点肉弱的杨子,还带着一份金色 而这些剧无疑不是口碑极好的 后来,欢乐松爆火,杨子演的小蚯蚓 邱莹莹是个在城市打工的普通女孩 她单纯没有心机,被渣男欺骗 努力割好自己平凡的日子 有人说杨子不漂亮 衬不上大美女,但没有人说杨子没有演技 可是当个实力派不好吗? 从小就在舆论混杂的娱乐圈长大 杨子比谁都懂的娱乐圈的优胜劣汰 在娱乐圈没有背景,没有咖位 只有演技是不行的 就像狂调里的大嫂高叶,她演技不好吗? 但是演技再好,也只能演佩杰 甚至要有多幸运才能在熬了这么多年后 等来一个惊艳众人的佩杰 多少实力派一辈子都在做着跑龙套演佩杰的工作 幸运的才是少数人 当娱乐圈的遗珠是一见心酸不甘 却又不得不愿人摆布的是 经历了无戏可拍 好几次事件过了合适的角色 却被临时换掉等种种不公平的待遇 杨子早就深知演技好不好不重要 有没有商业价值在娱乐圈才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她为什么下定决心要走流量路线 是的,有人说后来的杨子变了 她开始追求流量和利益 杨子进偶像剧圈的第一部戏就是《清零之旅》的陆雪奇 陆雪奇是个青懒的大美女 杨子依旧被人吐槽 不适合演之中绝世美人 到后来凭借古装玄幻剧《香蕾》沉沉静如霜 中的女艺紧密 杨子彻底打开了古偶剧的市场 成为人剧小花 后来她主演的现代偶像剧《亲爱的热爱的爆火》 杨子几乎成了受视率的保证 搭档流量男明星肖战的《银生请多指教》 又是一个爆款剧 流量和名气都有了 杨子的这条路走得越来越稳 越来越顺 而前不久 杨子更换了她的造型团队 土和铺这两个字 一直跟随着杨子这么多年 包括她的活动装造 一直被网友诟病 大概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时尚可塑性 更好的接洽时尚资源 更换时尚团队也是迟早的事 而她最新的路透穿搭也很猪圈 一大波杨子的新造型冲上热搜 杨子的整体状态确实上升了 没了好几个台阶 是网友对杨子新造型的肯定 看来杨子的这个决定 无疑也是她流量之路上的明确之举 有人说杨子当初不演证据 追求流量是自甘堕落 但是你没有经历她被剧组临时换掉的绝望 又如何理解她的选择 如果杨子没有转型 那么她很可能会因无稀可拍而逐渐被边缘化 在人生最宝贵的二十多岁迷茫失望 多年后被人们感慨一句沧海遗珠 我并不觉得杨子的选择有什么错误 至少她的每一步都是清晰有力的 对演员的热爱和敬畏始终如一 从国民同心到暴剧女王 杨子完成了华美的转身 未来的娱乐圈竞争只会更加的激烈 也许杨子的演艺生涯还会面对更大的挑战 流量也并不是杨子的舒适圈 随着时间和年龄的叠加 她可能会尝试更多的改变 期待她有更坚定的步伐和更光明的未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